连南台湾现在水荒都吃紧的话 糟糕了 整个的台湾就三分之二了 到底台南高雄是吃哪些水库的水啊 对 虽然说现在台南跟高雄 还没有正式进行限水 不过最主要供应台南地区的两个水库 包括像是南华水库跟真文水库 他们现在的最新的蓄水比例 其实也不高 蓄水率都降低是吧 对 真文水库目前的蓄水率 大概只有21.5% 另外一个是南华水库 南华水库目前的蓄水率 大概是27.14% 跟现在这个桃园的十门水库 24.58%来相比较的话 其实相差不多的 是台南的部分 那高雄其实它没有水库 它就主要是靠这个高平溪 高平溪里面的水 来去进行这种所谓的截取跟饮用 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高平溪就没水 没有水之后大高雄地区就没水用了 你讲到重点 因为现在没有下雨 所以其实在这个高平溪 它的一个水流量 也比过去减少一半以上 天啊 那你知道这个水如果很大的话 你可以截取比较属于上面 或者中段比较干净的水 对对 如果水很少 你随便捞就捞到下面 比较污浊的淤泥的 那个其实对饮用方面来讲 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所以大家也非常担心 在接下来下一个阶段 会不会连这个高雄跟台南 都可能会面临到限水的问题 所以了因为已经 北台湾南台湾都进入到了 限水的紧绷情况了 所以可能要有点准备 准备什么呢 我们今天为了您 特别把它做出来 现在限水陆续登场 所以赶快有些事情 六件事情 你一定是要必做 而且快点做的 对哪六件事情 这个是从经济部的 官方脸书上面 特别帮大家摘录下来的 六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必须要先做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首先 我们说大家都很担心 要去这个 会限水要去除水 最近其实水桶卖的最好 是啊 那大家也不需要 特别紧张说 这可能下个礼拜三 你才要限水 结果你是这个礼拜天 才就去进行这个除水 不需要那么早 不要太早除水 不用太早 那只要大概提前 一天到两天 那就可以了 不需要储存太久的一个时间 因为储房 储存太久的话 因为水不流动 它有时候会发臭 对 因为水事实里面 还是有一些微生物等等 你如果放太久 不流动便死水 所以不可以超过三天 就对了 尽量不要让它超过三天 OK 那还有就是 我们在装水的水桶 要先洗干净 不然你水里面 都是一些以前的脏东西 你也不能喝 这样就比较可惜 那还有就是说 在停水期间 一定要把水龙头关紧 我常看到很多电视在演 哎呀 厨房没水 怎么没水 是不是坏掉了 然后就跑去浴室 再开 就厨房水龙头没有关 所以其实 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忘了关的话 到时候可能在明天 或后天水来的时候 因为你可能人不在家 对 就水龙头你没关 它水就一直流 一直流 一直流 等到你下班回家之后 你流水 已经浪费非常非常多了 对 好 这是第三点 所以我觉得第三点 其实是最重要的 我们习惯性的开 哎 没水没水 开了之后 忘了再把它转回来 把它转紧 因为没水 你要处在关起来的状态 对 把它关起来 对对对 那第四个呢 就是说除了你在水龙头 要关紧之外 我们有时候是住在这种高楼 高楼其实有时候 会用到什么 这个抽水马达 那你忘记去这个 把抽水马达的这个 马达开关关掉的话 马达会一直转一直转 转到烧掉 这样会烧掉会坏掉 对 以前我们家就忘了关 因为人出门了 结果呢 那修马达也要修了 过来一千块 好几千块就这样没有了 对 很可惜 那第四个第五个就是说 你在用水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 你如果水龙头 真的没有水 然后你也找不到 你之前也没有储存 足够的水 你可以在附近的一个取水区 去跟人家用这个水桶去提水 那哪边的取水区 你可以问里长 里长北 应该各位知道 或者是你直接打这个电话 1910去询问 应该也是可以问到 离你最近的一个取水区 1910啊 1910 全省都一样 对 1910 要记住 OK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来水了之后 我们都有经验 就是停水之后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它水龙打开 它不会马上的 把油水出来 第一个是因为 末端管线的水 没有办法说 马上及时到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里面有空气 它必须要把里面的空气排掉之后 排掉 才会有水能够流出来 所以我要问一下 因为维太 这一次我们之所以 缺水这么样严重 还有一个关键是在 人家说我们台湾的水 实在是太便宜了 因此大家都不珍惜 然后呢 一开了 然后水龙头很大 就像洗手而已 就水也开得很大 台湾的水价 那跟国际比较 真的是便宜吗 真的是不比你不知道 从现在这个字卡上面的一个水价来看 我们台湾的水价 真的是比其他国家要便宜很多 最贵的是丹麦 丹麦其实它每一吨的水价 91.46块钱 我们今天帮您统一好了 就是一度水 多少块的台币 把它换算过来了 丹麦要一度水 91.46块 快要100块台币 对 法国也是 法国是要71.26块钱 然后其实就是美国 美国39.7 那我们亚洲地区的 其实也蛮贵的 像日本35.8元 然后韩国是17.72 那台湾的平均一度水 大概只有9.23块钱 太便宜了 对 所以你如果你建议 应该我们是政策上 制度上要做一下调整 不然大家都不会决于用水 把水价拉高 水价拉高 应该算是一个 治标的一个方法 上次我们来节目当中 有特别提到 就是要养成 就是从小就有养成 这种神水的习惯 神水的观念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帮 这个我们的一个 这个台湾 能够真正节省到水 你觉得这一次的 限水情况 因为有点扩大化 是 会不会冲击到台北股市 大家都去取水了 然后就不看盘了 会不会这样 我觉得今天 整个亚洲股市当中 日本是涨的 韩国是涨的 香港涨翻了 就只有台湾是什么 乌七妈黑的 尤其其中有很多都是属于重量级的电子全职股 包括像是南亚科 华亚科或者其他的一些电子股 都往下去做一个走低 这其实我认为说在今天 就唯独台湾跌 应该有大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限水的冲击 大家会担心就是说 用水量大的产业 对 它可能未来就会增加一些 要去购买水的一些 这个水的成本 那水费到底怎么算 一般来讲 大家都只看账单就是付钱 因为水费 刚刚您说的嘛 太便宜了嘛 就付钱就没事 也不去了解 那实在我们水费 它里面有分很多个细项 包括像基本费 用水费 还有代增的污水下水道的使用费 还有水源的保育回馈费等等 那其中呢 跟大家比较有直接相关 大概就是用水费的一个部分 大家可以从用水费的部分来讲 去做一个 比如说进行这个省水的一个动作 我问你 我们的一度水才9块多 这个9块包括了基本费 用水费啦 污水费等等 这是不是收的太少了 我的意思 它有这么多项才收高抠呢 是 那其实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去这个水利局的网站上面看 其实它有分很多的等级 那么最低的这个等级的这个 这个每一度水大概也在4 5块钱左右 那高一点点的 例如说你是大用户的话 大概就有12块钱左右 我听说啦 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现在因为已经连民生用水啦 我们普罗老百姓的用水都被限了嘛 那听说是有些的水是拿给企业端去用 然后偏偏企业端的工业用水 它的水价又比较便宜 然后我们一般民众的用水的水价又比较贵一点点 是这样嘛 其实如果说从整个这个自来水局的网站来看 并没有明显的去区分 就是说在整个工业用水跟民生用水 它没有明确的去区分 它没有明确 但是因为它用水的这个度数啊 它是用那个累进的一个方式 用越多 它所 越贵 越贵 所以其实应该来讲 工业用水它的一个用水的一个平均成本 应该还是会比较高的 工业用水 当然用水量就会比较大了 因为它听说有些电子业要冲啊 晶圆啊 这些等等 所以比较用水量大的产业是哪一些 好 如果说就科技产业来看 包括像大家比较注重的像半导体 比较知道的 PCB 还有像面板 因为像我们在制造过程当中 就像刚刚瑞兰所提到的 它需要用非常大量的清水 去做这个清洗动作 那传产的部分来讲 其实有三个产业 其实也是蛮耗水 分别像是造纸 还有食品跟化学材料 尤其是造纸的部分来讲 其实在国内传产当中 算是排名第一 在制造纸过程当中 其实是用非常非常多的水 那另外来讲 就是化学材料的部分 有些其实化学材料 它也是用很毒的很毒的 这一个这种所谓的化学成品 去进行调和的 像这种东西 其实它也需要非常非常大的清水 来去做一个清洗 像半导体 或者是硬刷电路板 它们有的都要磕磕磕 会有那种石磕 你要把它那个冲掉 用强酸强碱去做石磕 对那石磕完之后 就要用大量的水 去做一次 或者两次三次的一个清洗 而且那个水 听说那个还要用纯水 去把它冲掉 那你觉得呢 这个缺水情况 台股影响吗 我认为已经在影响当中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到 电子股不涨就是这样 对 除了这个汇率的问题之外 这水的部分来讲 现在已经开始要怎么样 大量的都去预约这个水车了 对 那这个北水处就说在前两天 一天它预约的这个水车的一个量 就高达6000吨 就高达6000吨 那水车费用怎么算 水车其实它在跑一趟 大概叫8000块钱到1万块钱左右 但是并不是你要叫就有 如果说像台积电这种比较大的厂商 它一定会先预定 而且预定是什么 一年签一次约 假设我今年要跟你订20辆的水车 我就是先付一台车10万的一个订金而已 对 就是优先使用权 像权力金这样子 我可以有优先使用权 到时候如果这个人缺水之后 这20台里面的这个使用权 应该先要让我先使用 是这样 只是使用权而已 那如果说你到时候要用 要叫多少多少的水 那另外再计价 所以如果之前没有订 也没有签约 后面急了火烧眉毛再来订的话 那一台水车可能就要好几上万块 可能就是第一个叫不到 或者是被人家坐地起家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这么多的变数 从缺水的情况到第一阶段 宇哥啦 鼠方不是说吗 现在行情就是整理待变了 如果能够整理还好 用时间换取空间 因此呢 坦白讲 这时候您看大盘的日K 是找不到任何可以让你获利赚钱机会的 这样子这样子 如果又这样子 你要怎么赚钱 某 怎么办呢 错 如果说你光看大盘去找寻求好的股票 赚钱机会 是看不太到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然后有让你赚钱的一种标股 或大涨股 早就已经走出了上升轨道线 比如说 比较不贵的 您买得起的9938的百合 今天特别举这张例子 是要跟大家说 看大盘赚不了钱 但是呢 现在台北股市压根的就就在选股不选市的阶段 只要你挑对股票 你看 你买了它 怎么会不赚钱呢 可是我怎么找到它这种股票 先说 如何在这个整理过程当中 我就已经预知 它会长这样 所以专家第一个要告诉我 如何找出整理过程 它快要发动的讯号 第二个 时间再拉短一点点 也许我前面不知道嘛 那未来我总会知道吧 所以当它拉回的时候 我就可以买 说的比较简单了 你拉回我怎么知道 它会不会继续这样 所以我害怕 请问 二 教一下 我拉回的时候 确定它是安全的 可以买进的 之后还会再这样 让我再赚到钱 两大区块都是需要讯号跟教学 蜀芳你先待一下 一两分钟先提 现在都已经飙涨起来了 大盘慢慢的 是不是还有赚钱的股票 藏在其中呢 当然 其实标股就在你身边 我们可以利用很多的一个 技术形态学里面 不用内线 光是看一个股价上面 就能够翻转你在股市上面 投资的人生 我好期待 难怪人家说 股价会说话 反走过必留痕迹 待会蜀芳 他擅长的技术面 筹码面 有些的基本面消息 是骗你的 所以全部都要看懂 怎么去找福宾 回来之后来个大教学 选股票 行情们 您一样是可以赚钱的 说到了赚 后天哦 苹果的那个Apple Watch 就要预定了 怎么去挑 Watch表哦 还有一点 苹果怎么会让 中国大陆的女首富 窜起它的股价号标 跟苹果什么关系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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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